第163章 华山浮阵第三重 小子 我好心不与你们为难 你可莫要以为我刀徒帮好欺负 宋刀目光阴沉地盯着林栋 缓缓地道 在说这话时 宋刀的目光也是不着痕迹的 自周围森林中扫过 白天的时候 他可是知道林栋一行人的实力 若是在此时他们也是插手的话 那这局面可就是有些不好说了 哈哈 宋刀帮主 形势何必赶尽杀绝呢 要不今天之事啊 就这样了过了吧 林栋笑了笑 手掌轻抚着小颜的火红皮毛 此刻的小颜也是张着血盆大嘴 庞大的身体微微前倾 做进攻之中 一股凶悍的气息从其体内弥漫开来 你算什么东西 也敢阻我刀徒帮 宋刀身旁那一位金天出手拦住林可儿的小圆满镜强者 不由得冷笑道 小子 你若此时掉头离去 我可以当作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 宋刀盯着林栋沉声道 林栋 你快带着芷兰走 在林栋身后 宣素也是急声道 刀徒帮与血狼帮联手 那实力可是相当的强横 以林栋的实力 怎么可能将他们拦住 林栋微微摇头 他的目光同样是锁定着眼神阴寒的宋刀 刀徒帮虽强 但真正让他忌惮的 也就宋刀而已 只要击败宋刀 今天之为 方才能够顺利而解 哼 敬酒不吃 见到林栋依然没有退后的打算 宋刀眼中也是掠过一抹暴力之色 旋即他手掌猛的一挥 森然道 杀了他 宰了这个兔崽子 文言拿刀徒帮的人马顿时宁笑起来 原力自体内爆发而出 身形快速掠出 手中锋利的刀剑带起森冷的寒芒劈向林栋 对于这些暴冲而来的刀徒帮人马 林栋并未理会 他的目光只是锁定着送刀 而当那些人马在冲进他周身树杖范围时 那森林当中突然传出剧烈的破风之声 树道闪烁着荧光的寒芒暴力而出 突如其来的攻击让在刀徒帮的人马也是一惊 手中刀剑急忙的舞动 同时也是催动原力在身体表面形成防御 反而即便是如此 那些看似细小的荧光寒芒 却是以一种催枯拉朽的方式 洞穿金刚刀剑 最后直接是从一些倒霉的家户喉咙处 暴射而出 短短刹那间便是有着十数名刀徒帮的好手 死于那美妙的荧光寒芒之下 荧光寒芒自那些人的喉咙处掠出 带起一股雪柱 最后在半空凝聚 化为一柄闪烁着光泽的碎冰长剑 紧接着一道白衣倩影 自森林中飘然掠来 轻飘飘地落在那碎冰长剑上 轻力动人的脸颊上 笑颜颜地望着下方 面色巨变的刀徒帮的人马 不愧是灵宝 望着那几乎是在刹那间 便是取走十数位高手性命的碎冰长剑 林洞心头也是微微一领 这碎冰长剑显然是能够随意变换成碎冰模样进行攻击 而且极端的灵力 哪些家伙手中的金刚长剑在那碎冰面前就是跟豆腐一般 甚至连原力的防御也是未能取到多少效果 按照林洞的猜测 光是这柄碎冰长剑 便是能够让得林可儿的实力暴涨三成 林宝之唯一不同凡响 敢杀我刀图帮的人 好 好得很 宋刀目光狠狠地盯着 踩着碎冰长剑的林可儿 阴森森地道 刀图帮 没听说过 林可儿微微一笑 然后看向林洞 带眉微挑 道 你确定这家伙有你来收拾 哈哈 若是你想的话 也可以让给你 林洞笑道 这种类活儿还是男人上比较好 其余人交给我与你那头大老虎便可 林可儿狡猾地道 他自然是能够感觉到 宋刀是棘手的货色 林洞 我与你一起对付宋刀 听到林洞竟然要一个人对抗宋刀 宋素俏脸确实微微一变 后者可是货真价实的大圆满镜的强者 林洞虽说精神力强横 但要与其抗衡 显然是凶多吉少 宋剑 交给我来便好 林洞摇了头 宋素的势力显然不可能是宋刀的对手 他若是插手的话 反而会让林洞分心保护他 你真的行吗 见到林洞坚持 宣素柳眉也是微皱 担忧地问道 林洞笑了笑并没有回答 魂不走出 那路线直指宋刀 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 见到林洞步步走来 宋刀眼中也是略过一抹猙獰之色 宋刀帮主 那小子也是与万鸡山会一伙的 把他杀了 这边的动静啊 自然也是引起了 正在与夏万金激烈交手的月山的注意 等一下 当他发现林洞竟然只有着两人时 当下心中杀意大胜 喝道 宋刀微微点头 森然的目光落在林洞身上 既然你们不识食物 那也就别怪我心狠手辣了 就在宋刀森然声音落下 一股极端强横的原理 猛然自其体内抱涌而出 白色的原理宛如一大团白色火焰般 将他的身体团团包围 一股强烈的压迫气息 也是随之蔓延开来 原理翻涌 宋刀脚掌一塌地面 其身形便是化为一道模糊的身影 一闪之下 便是出现在了林洞的面前 变掌为劈 灵力的纯原钢气 急速成形 直接是撕裂空气 狠辣地劈向林洞的喉咙 纯原指 在宋刀出手时 呈暗金色的原理 也是自林洞体内抱涌出来 双指并驱 纯原钢气在指间急速凝聚 最后竟是化为实质的尖锥一般 闪电班得点向宋刀的掌风 执掌接触 凶悍的原理涟漪突然席卷而开 地面上的枯叶 直接是被生生的震撑满地的烟粉 哼 小圆满镜 也敢与我硬碰 找死 宋刀面色阴寒 灵力的掌风 直接是震碎了林洞之间的原理进风 然而就在他准备进一步攻击时 林洞却是极为狡猾地 撤手而退 并且在其撤手间 双手更是飞快地变换出了 一道道印法 而在印法变换间 暗金色的原理 也是如同潮水一般地 自林洞体内抱涌而至 最后在其掌心飞快凝聚 奇门印 第四重 林洞很清楚 原单静大圆满的强者的强横之处 宋刀不论是原理的雄厚程度 还是持久程度 都要比他强上一筹 所以出手之时 他所施展的武学 皆是等级不低 当林洞最后的印法停止时 暗金色的原理 已是迅速地在其手中 凝聚成了一个 足足数丈大小的暗金色光阴 这一次的暗金色光阴 其中所蕴含的原理波动 比起与林晨交手的时候 不知道强上了多少倍 而这也是林洞在进入小圆满境后 第一次全力地施展 最强的武学 暗金色光阴一成形 林洞手臂便是一阵 光阴直接是拖掌而出 带起一道璀璨的暗金光尾 爆轰向送刀 光阴带着一股灵力的压迫进风 扑面而来 送刀眼瞳也是微微一挫 他倒是未曾料到 林洞竟然能够以小圆满境的实力 施展出如此强力的武学 五虎断刀掌 惊讶归惊讶 但送刀下手却是丝毫不留情 白色圆里在右掌之上疯狂地凝聚 隐隐间居然是有着模糊的刀形浮现 而且在那刀形上似乎有着虎纹浮现 小子 一招取你的命 刀形浮现 纵刀脸庞上的猙獰更甚 一步跨出 右掌猛然对着那暴力而来的暗金色光阴 怒劈而下 由雄红原力凝聚而成的光影 重重劈砍在暗金色光阴之上 紧接着 一股极端强悍的恐暴原力波动 如同风暴般席卷开来 甚至连地面上 都是直接被生生地震裂出 树道裂缝 给我破 凌零而狂暴的刀芒暴涌而出 送刀面色一寒 右掌狠狠麾吹下 只见得那暗金色光阴 竟然是被生生地 劈得暴裂而开 不远处的宣索等人 见到这一幕 顿时花容实色 小子 你完了 一招得势 送刀脸庞上 也是浮现了阴冷之色 手中灵力刀芒 刷的一声 便是快若闪电般的 略像林宗的婆子 对于送刀致命般的公式 林宗面色 确实并未失措 手印一变 只见得那白批的暴裂而开的光影当中 便是射出无数道 宛如食指般的精神丝线 这些丝线互相交叉勾勒 在一个极短的时间内 就已在林宗身前 凝聚成了一个 寻傲的浮阵 化身浮阵 万化炎 浮阵构建而成 望着那近在咫尺的颂刀 林宗嘴角 也是掀起了一抹 森冷笑容 化身浮阵分三重变化 化身光 化身碧波 以及最为强横的万化炎 以往的林宗并没有能力施展出第三重 但如今在进入小圆满境后 他终于是能够首次将这气急的精神秘籍威力 彻底的施展出来 感谢观看 谢谢大家